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差距能有多大 别人穿的 你穿的 别人穿的 别人穿的 我发现很多姐妹买衣服呀 要么是被买家秀打动 也通脑下单 这口穿在身上奇奇怪怪 还白交一笔学费 要么是跟着穿搭博中买衣服 这口穿在身上 见个根没那味儿 后来才发现 跟人家身材 一家根不是一个类型 咱就是跟我的明星造型师朋友 前搞了一套万能穿搭公式 不仅自己的衣品上送了一个level 他把身边的姐妹都变成这样 黑色配款一战全搞定 感谢APPY不会穿衣服的姐妹接下来看 第一趴 显瘦公式 你们有没有觉得穿搭图看了千千万 结果穿在身上吧 总是差点意思 不是绑子粗 不是显胯宽 姐妹们 当然买粉底液还分干油皮呢 那买衣服同样也要根据自己的体型来呀 如果你和我一样 是这种肩宽 没胸没屁股 你就说这种你有啥吧 缺乏曲线感的H型身材 千万别去碰那些小龄虎啊 泡泡秀的 那穿上就是一个大雷厕雷 咱们记住 上松下紧 上紧下松公式 比如你穿了小吊带 那下身就是扩腿裤 穿了紧身裤 上身就要穿宽松些的衬衫 还有T恤 另外啊肩膀宽的话 能长发就别短发 咱得遮着是吧 那如果你是胸为小 腰为小 但是臀为大的 体型身材 将更大上身的优点 弱化臀部的缺点 上衣呢 咱们小吊带呀 变风随便穿 下身可以穿扩脸扩呀 小琴子之类的 但是啊 你一定一定要避开 身微和修身下妆 只会显得你意外有胖 同样的 如果你是三维差距大 不是没有腰线的 平过型身材 咱们就要弱化上身 抢掉下身 按照上松下紧的原则 避开那些细条袋呀 一字尖 还有包吞裙 那如果是胸为大 腰为小 同为大的 姐妹你就是堪称完美的 沙洛型身材 这才就随便穿了 合身就行 我的穿搭博主啊 我都给你们列在这儿了 需要继续来保存哦 接下来我们说下一趴 色彩搭配法 我发现很多姐妹啊 不是不会穿 也不是穿不好 而是出种款式 顾身的色彩 合身就能把自己 变成了QQ秀 来 如果你喜欢 活泼可爱的风格呢 那你搭配衣服颜色的时候呀 就要上浅下身 这样才能在看起来 活泼明艳的同时 又为显得幼稚 那如果喜欢清冷气质的风格 色彩上呢 就要上身下浅 看起来就比较单装大方 那要是反过来啊 就会选非常死板 看起来像个卖保险的 最后 如果你是个前卫的辣妹 就可以上衣的颜色多一点 但是下身啊 咱们就选纯色 不信啊 你们就去搜什么辣妹穿搭呀 潮库穿搭呀 肯定都是这样的 但来切记啊 无论你是什么风格 千万别把红束条纹和格纹一起穿 真的巨仇无别 另外像传统配色公式呀 扬长臂短公式呀 体型公式 包括网购关键词 我都给你们整理好了 赶紧集图保存啊 那下一期呢 有这四年电商主播经历了我 就要给你们公布那些90%的女生 都中招过的网购穿衣陷阱啦 再见